人生中最瘦 就是成年以後 曾經 曾經最瘦是瘦到70公斤 然後當時是什麼情況 失戀 不是 失戀反而吃更多 被爸爸罵 當時吃 牙齒很大 我每次看到他就覺得 牙齒很大 其實這些就是讓我一直吃 真的讓我瘦下來的事後 是當時當兵 然後當兵要退伍前兩個月 然後我就幾乎已經吃膩了 那個軍禮的餐 然後就是 真的是高達兩個月只有喝水 然後當時是因為在暑假當兵 然後我們每天是沒有冷氣的軍營 睡在裡面早上起來 床上都有一個人印 所以就是每天很規律的睡覺 很規律的爆汗 然後只有喝水 我當時進去 那前兩個月進去是80幾 然後我就在這兩個月瘦到70 然後我覺得最奇葩的是 我真的脫水瘦身出來 瘦瘦的 然後就是當時的女朋友覺得很帥這樣子 結果我 真的 太幸福的日子 馬上就回來 對 如果你只是靠飲食控制的話 其實停了 就正常吃的話很快就會回來 還是要靠運動 比如說真的就只是 把水分代謝掉 然後馬上就彈回來了 好 這樣子 那小潔你因為生產的關係 你之前懷孕 就是變得 真的讓我 有開始有減肥的動力 是我有一次去友台錄影 然後我就這樣走得很開心 就這樣 明明要去工作 結果後面有一個導播 資深導播 拍了一下我的背 說 妳也說太多了吧 我跟妳講 妳說哈孝遠 我算是82 然後我剛生產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要 剪短頭髮比較好弄 就是比較好照顧寶寶 我跟你講 把女名進去什麼哈哥編了 她是真的是說哈孝遠 然後我就轉過來 然後導播就說 對不起 她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認錯 她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好尷尬 好尷尬 妳有拿哈哥的照片 怎麼了 是妳 妳看左邊那一張是真的 真的 已經卸完貨了嗎 卸完貨了 然後妳看那個屁股跟大腿 還有那個腰尖肉 真的超厲害 真的滿驚人的 很可怕 真的有機會再懷第二胎 我就不會讓自己 再胖成那樣 因為真的是太痛苦了 真的 減肥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 真的可以